上一屆,除了八折以外,那時候本席一直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性的問題,不知道市長有沒有印象 就是當初的媒體跟市政府對於這種房屋的持有都是兩分法 沒有房子都很可憐,有房子好像都是用黑心錢賺,都是想炒地皮 那時候我就已經要求市長要一個宣誓,就是要可能三分法 沒有房子我們幫助他,有很多的房子我們就把他扣稅,就讓他投資股票也嘛 那對於中間,像我自己講的自助型的,我們就要去保障他 市長有印象嗎? 對,我們就是按照你的方法中心思維 我覺得很棒就是現在至少我們往這個正確的方向講做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因為我覺得邏輯非常重要 邏輯對的方向就對,方向對的未來的施政就會對的方向走 印花稅,現在大家都在問說要從哪裡補 今天秘書長去行政院會,他去問什麼東西 他應該是問說這個錢怎麼辦 錢從哪邊補對不對,你也是覺得要問錢從哪邊補對不對 錯,他是要去跟他講說不可以取消 為什麼上次我們在那個預算質詢的時候我就提過 為什麼中央可以卡我們的油 這個印花稅為什麼不能取消,因為這是我們的自主財源 你取消之後他就算未來補你,你今天去問說以後從哪邊補 未來你就要看人家臉色 你就要看人家臉色啊,他要不要補你 然後從那個統籌分配款裡面再去搭配 未來他再加進去第一年可能會給你全部,第二年開始他可以統籌分配款 你少扣一點,因為他這邊要補你 到最後你一加一有沒有等於二 不要說一加一大於二,你一加一搞不好只剩1.5而已喔 所以市長你到現在真的搞錯方向,邏輯是錯的 你今天去秘書長去是不是跟他問他說這個財源從哪邊補過來 你要很嚴正的去跟他講說是不可以取消的 今天我們去拜會這些立法委員 也不是去問他們說要從哪邊補過來 我們去拜託我們台北市的立法委員,包括部分區 是應該去跟他講說要去要求不可以取消 市長你認不認同我的講法 他在審議嘛 所以要拜託立法委員,不能可以讓他過嘛 只是去問他說他從哪邊補來嗎 以後你就看人家臉色,這是我們的自主財源耶 本來都是我的,現在變成要口衝 看人家臉色,人家願意給你就給你,扣你一點就扣你一點 這個邏輯是對的嗎 所以你現在還是認為說我們要去問哪邊來,還是要去爭取不可以取消 我只剩一分半,我還有下一位還有問題 所以趕快回答我,你認為是要去爭取 去問哪邊補我們,還是要爭取不可以取消 應該跟他講說你要 我們去拜託立法委員,去拜託哪一件事情 就問錯方向嘛 好不好市長,回去好好跟我們重新討論 我們要去爭取是不可以取消 去拜託立法委員是說是不可以取消 而不是去問說錢哪邊來 這第一個 好,第二個 禁勞卡 我想這已經很多人在講,希望大幅開放 我只能講,因為時間不夠了 我建議不可以直接大幅開放 應該要開放跟長者有關的 像我之前提過的運動中心 還有聯誼的,聯誼的掛號費 那個非常重要 因為長者看醫生最多嘛 如果你開放要去可以買東西 可以讓他開放去繳水電費 我給你保證 一年以後,兩年以後 這些長輩為了騰騎自己的小孩 我的禁勞卡的錢,一定拿去繳 孩子的水電費 我的錢這個如果就可以去Yoyo卡 可以去便利店買東西 一定是買小孩子的東西了 這個禁勞卡就失去他原來禁勞的目的了 市長,你認不認同我的講法 對 對吧 好,那如果在第1個 請你要記著 本期要建議只能開放給長者有關的東西 第二個 如果長者住院的話 他這個月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建議說 點數要可以持續半年 就像很多飛機 他那個點數可以 里程可以累積半年一樣 他住院不能用,下面就沒得用了 你自然留個半年 然後出院還可以用啊 自然可以嗎 喔